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Come again Cross the sea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最近各种殷宗可谓是百花齐放 而其中有一个叫爆裂舞台的节目 引起了老郑的注意 这档节目由韩红做主持 选择了十位风格迥异的选秀女孩静妍 而其中就包括去年在好声音夺冠的善依纯 不过在这个舞台上 她可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善依纯在好声音里凭借一首永不失连带火遍全网 不仅横扫了那段时间的各大音乐平台榜单 也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 当她在好声音顺利夺冠 并成为了年纪最小的冠军 之后的资源更是好到了逆天 老师问你一句话 你刚才在伴奏里面是不是没有电音 别说韩红怀疑了 山依纯这个宛入CD的现场 谁听了都有点迷惑 她在爆裂舞台的第一个舞台 就改变风格唱首rmb的歌曲 唱功好到连韩红都要爆爆的程度 想当初在我想和你唱里 韩红还曾当面说过山依纯音准不行 这个小姑娘音准有点问题 现在能得到这样的肯定 也真是不容易啊 R&B on night I just wanna R&B on night You can be my boyfriend 转音转的真好 这变成我下次再爱的期待 现在我开始期待 三十三的前面舞台 不过就是这样的唱功 在其他女孩投票时 依然觉得她的表演没有突破自己 我期待的不仅仅是曲风变 但是她在表现的形式上面 还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而之后 在拍节目一镜到底的MV时 山依纯挑战自我尝试唱跳 却被网友吐槽滑水严重 甚至被大家内投成最后一名 而惨遭禁言 根据投票结果 沈依纯第一次进演中 将留在暴力基地 不能登上暴力舞台 不过啊 也希望她能在这样一个短期之间 突破自我 展现更多的魅力 好了本期视频到瑞结束了 喜欢老郑视频的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